哎呀王大牆 謝謝謝謝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對拜 兄弟們 你們放心 爹您放心 無論如何茶樁 終歸是我們的 就算這茶樁翻個底朝天 也要找到那個東西 夫人該改口了 娘 我實在不適合和別人吃一個蘋果 哎呦我的乖兒媳 這夫妻共吃一個蘋果 寓意平安喜樂 娘 我也 愛習慣不習慣 我吃蘋果定要讓人削皮切塊 插上象牙籤 並以七彩琉璃展擺盤 不吃可以 娘親自削了遊戲 快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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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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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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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陳國最要想著吃 不是說 娶的新婦是名門歸秀吧 怎麼如此醜落啊 兒媳婦 你看吃的蘋果都這麼可愛 好 哈哈 是是是 好 厲害厲害 或者 他上次有机会 给大家表演炫肘子 炫肘子 好 真好真好 这个是娘给你们准备的新婚贺礼 秘籍 没错 当年若无这本秘籍 那都不会有云华的小命 能救命的秘籍 太好了爹有救了 好好看啊儿子 这秘籍究竟是什么呀 练功的 还是治病的 这就是一本 贫贫无奇的 贫贫 拿过来 我劝你还是别看了 容易整真眼 想死 想死 招式奇特 身词里然 见所未见 定然是神功 只是 不管了 先试炼几招 咽咽笑话 你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啊 啊 感觉不对啊 你谁啊 放开我 你 你 一直都在 屋里 阁主 你这个福星汉 你抛弃弃子 抛弃 弃子 虽然 咱们的孩子 现在还只有零个月 但是我已经连 她的名字都想好了 看清楚 她本来今天要接的 新娘是我 人家孤零零等那么久 装得花了 你是哪儿 崩出来的野女人啊 为什么 新娘变成你 我 我是假的 不对啊 你是假少庄主 那你 你也是个假新娘 合着我们现在是 三甲大闹 忘忧茶庄 茶庄少庄主 自幼于一名名门望族之女 只妇为婚 十几年过去了 那名女子 音信全无 所以 我就找了 阁内的三当家 来假扮新娘 三当家 你们云圣阁的当家 可真是百花齐放啊 过家 过家 你们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 说 刚刚离那么近 是在做什么 练功啊 你当我傻呀 真的是在练功 不是 你看 真是在练功啊 不对 如果你不是追他 为什么要假扮他的新娘 追他 如果你不是追他 为什么要假扮他的新娘 追他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 是 烤鸡 身后 你作笑我其马 道理你接钱而我接心啊 路上颠簸 稍坐接 行叫 哈哈 哈哈哈哈 啊 五里定歇了八次 你今天还要不要 政府成亲办事了 不急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云山阁 虽然臭名昭彰声名狼藉 为天下民门正派所不齿 但弟兄们 还是要言语律计 受众自我管理 你们可以不读书 但是不可以没素质 你们可以不练舞 但是不可以不洗手 懂吗 我 行 进食前必须要进手 入嘴必须要细嚼慢咽 饭后必须要漱口 我云活 老子抽不了啊 你要是再不赶紧走的话 我就把你那些香味全给你扬了 一个全给你撕了 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好狠毒的废赛 光天化日之下强强名女 这个给你撕 来来来来姐来 住手 你是柯人 姑奶奶我江湖第一侠女吃一招 我平生最讨厌仗势欺人之事 你们几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姑娘家人 哪个野气榜单的江湖第一侠女 没听过 你可知道我们是谁吗 姑娘我不用知道你们名号 只需要知道 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 我告诉你 我们乃云山阁止 实相的赶紧过 云山阁 那正好 本女侠 打的就是你们这群武林败类 你不是瞅不起咱们副歌种吗 你不是瞅不起咱们副歌种吗 还有谁 扒乱 蜜孔之证又烦 装成呐 上 妹妹别怕 有我在 妹妹不必感激 举手之狼 玉楠呢 玉珊格不愧是天下低黑 口味太重 玉珊还真是正义凛然 聪慧过人 你啥意思 刚才那些人是我的手下 你打了我的人 还想让我感恩戴的 什么 我怪你也是云珊格之人 晦气 做个败类 不是我说 那个大男人大白天戴什么木铃 有毛病吧 夏天太阳毒辣 戴木铃自然是为了遮阳 不过 在江湖之中 像女侠这样不知体面的人 还是少数 你 忘忧茶庄 你是忘忧茶庄今日成婚的少庄主 本因为女侠 成本不堪 却不想竟然识字 你 传闻天下第一庄的少庄主 从幼年被绑票 在外流离十余女 当家主母萨姆丹花重金寻死 终于在附近的猎户人家 寻到了一名胎起相同的男子 没想到女侠 对江湖传门的小报文章 可真是倒背 如今看来 是你这小匪贼使了法子 假扮人家少庄主啊 暴徒假成亲去谋取人家家钱是吧 你们云山阁可真是偷盗成性 毫无底线 江湖之中人人唾弃 天下伤骨恨之入骨 是乃天下第一大黑帮 现在竟然还做起了诈骗的营商 那要诽谤 我不过只是满足一个母亲 享受天伦之乐的情愿 让装 不会是江湖第一女侠吃一招 既能从蛛丝马迹当中 推断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不过 在下并非谋财害人之辈 进入茶庄只是为了一些私事 我听闻女侠与忘游茶庄 曾有素养 不如就当做不知道 日后在下必赢重谢 不行 除非你带我进茶庄 让我来假扮新娘 我是为了实时监视你们 你们云山阁全员恶人 我得以防你们进入茶庄 获害无辜之人 成交 我不管 总之三尺之内 连一只蚊子都不能靠近你 否则 我就一头撞死你 到时候咱们俩就一起殉情 我硬劫负说到真的 我们在 你不能说他欺负我 他欺负我 行了别吵了 要不是为了混入茶庄救人 我堂堂一个女侠 能和一个土匪头子混在一块 简直是小吊大哑 你竟然敢瞧不起我们云山阁 我们可是吉父的 贼 也分上 中 下 我们上等贼 也不爱和这种 行为粗鲁 品行粗鄙的人相处 有失身份 口证无评 除非约法三章 只能扮演假夫妻 不能动真情 我来当人账 可 约法三章 还没写呢 快了快了 已经写了五百八十四章 预计还有六百七十二章 再加一章 众人皆知 我娶的少夫人温柔贤惠 若某些蛮女不能收起 粗满举动 若被人发现了端倪 后果自私 再加一章 再加一章 众人皆知我吃一招品格高级 众人皆知我吃一招品格高级 从不与黑暗势力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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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有哪个小贼敢泄露 我本女侠的身份 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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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兒子 去嘗他了吧 沒關係 娘讓人啊送一張更結實的來 不必勞煩娘了 我們已經歇下了 夫人 需要提前預備嗎 屬你敬 走吧 可是門好像被鎖上了 他怎麼辦 我留下來唄 正好盯著你們 防止你們偷偷做壞事 還有我哥 我會牢牢盯緊你 不可越雷石一步 你與殷吉庭一定要小心行事 萬不可被茶窗莊人發現 明白了嗎 只有一張床 怎麼睡 夜裡風太涼了 你們又都是女孩子 早上睡地板 過炎時間 大小孩 千年 小孩 你 快點 你 快點 你回家去 為什麼 你 去 你是不是啊 公司 哦 啊 美言叫时间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看见了 我都看见了你们小两口的情意绵绵 这小眼神都拉丝了 今儿给你们上肘子好好补一补 哎呀咱们茶庄的规矩啊就是少庄主娶妻以后方可接管生意 以后呀你们小两口就齐心协力一起掌管茶庄 可是这钥匙我该交给谁呢 娘 男儿不能成立温柔乡 孩儿的臂宝在猎户家被养得特别的结实 所以为娘本担茶庄重任 夫君的天地应该在茶庄之外 内茶的琐事还是交给我 我这个小女子比较好 既然夫人和我都想为娘分忧 不如咱们来比试一番如何 比就比啊 比就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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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 你想比什么呢 比武 为夫圣之不武 不如 比一些灰和女子擅长的东西 比如豆茶 为此 不算欺负夫人吧 看子 也好 我就负责品茶 谁的茶一好 我就把钥匙交给谁 行 豆茶 豆茶可以开始了吗 嗯 前盘 我需要一点仪式感 我也要补充点 算了 开始吧 在来 咱们 娘 茶香四溢浓淡宜人 不愧是我忘忧茶庄的传人 你是怎么做成涮锅水的呀 我 真的令人作 且怀念 你身上有我当年的影子 就连这涮锅水呀也如出一辙 看到你就想起了当年 我刚进茶庄时的样子 只要你努力一定可以的 我宣布今日豆茶 少夫人 书 所以呀 这涨家钥匙就交给少夫人 作为安慰 嫂子 此举不妥 夫妻一体 心腹对茶医一窍不通 云华这个少庄主当的怕是 难以负重 二叔 您这心操的 可是真够宽啊 呵呵呵 知习啊 二叔我呢也是为茶庄考虑嘛 无妨 我的夫人 天资聪颜 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能交出一个茶艺大师 是吧 夫人 没错我就是区区茶艺 岂能难得到姑娘 姑娘我 嗯 开始什么 开始什么 开始行拜师之礼呀 嗯 跟我学习茶艺 必须行三叩手之礼 还要赠数修 该有的礼仪 一样都不能少 怎么 不想学了 没有 那就请师傅 开始教徒二茶艺吧 啊 这个是我来的孝姐师傅 嘿嘿 就这么点钱 还不够我塞压缝呢 你 不过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肺上 我就收了你这个土地 你可一定要 尊师重道 潜心学习啊 是 师傅 茶艺道 学习茶艺不仅能够清闲益智 更能修身养性 古人有云早晨出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足以见得 茶的重要性 好吃 好吃 是 锦桥你给我起来 师傅讲的真好 对你我看起 罢了 你还是先跟我学习 无法挺查的 记住 动作要舒缓优扬 别向个大脑搓一袋 点茶的第一步 温卑 温卑 好 检ison 释重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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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睡吧 以他的武功 估计你下半辈子 都没有办法治理心情 我还是在练练我的独门心法吧 查的怎么样了 江湖上传闻 吃一招武功极高 能打败他的 要么就是隐士高人 要么就已经老死了 我说过去吧 咱们是来偷盗茶庄的 你何必跟他过不去呢 兄弟们还等着分银子呢 他隐藏身份混入茶庄 定然是有用的 如果我们能将他制服 这茶庄自然就由我一人接受 就是就是 哥 你就听阁主的吧 阁主自小就聪慧过人 不然DNA也不会把阁主之位 让给他不缠给你 那是因为我大作 小松点 你 对了 我还想到一件事情 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是什么 只有传闻 从来没有人发现过 我懂了 他位置密集之户 是 是 是 徒儿 师父 你不生我气了 师父怎么会生徒弟的气呢 我特意为你寻了一些补品 野生蜂巢 最是自然 嗯 师父 我吃的有些撑了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 好看吗 好看吗 你 你你你 居然如此不堪一击 居然如此不堪一击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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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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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不是答案 我错了 谁让不知道我为啥错了 肯定是我错了 对不起我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 果然有老娘当年的风范 轻点轻点轻点 啊啊 行了我有事我先走了 你等会 还有这只还有一只啊 啊 啊啊啊行了啊 数字不可教言 这道先生的迂回之术 太不扯的 我决定 今晚就去偷好 本女侠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 本女侠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 当什么好学生 姑娘呢我今天晚上就要去偷 客主 你去哪 去办事 你也要出门 干什么去 办事 你也要去办事 难道你们要去约会啊 我不带你去 想干嘛 乖乖呆着 大本女侠经验事成就放了 我的归云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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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既然是你這個 baby 小人 還想搶在我前面 沒門 你來偷鑰匙 你不是也來偷鑰匙 毛頭小賊不講武德 梁少女俠彼此彼此 趕緊把我放下來 休息 那你好歹換一個優雅的調法 換成吊死鬼的調法 夠優雅嗎 再不鬆開 若被當家主母發覺 對你我可都沒有好處 夜半潛入主母房間的只有你 若被發現你是家賊 你說他會把掌家權交給誰呢 女俠的算盤打得真不錯 只可惜 可惜什麼 可惜咱們是夫妻一體 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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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莫想 再回頭 無緣心的太老 願 此生白髮想要 彈流水 一望結尾 什麼時候啊 哎呦 哎呦 誰收拾 啊 小兩口恩愛呀固然重要 但是也要分場合 這麼晚了 你們怎麼會在我房間呢 說說吧 怎麼回事 娘 沒問你 兒媳婦 你說說吧 嗯 娘 今天晚上 嗯 今晚 今晚 娘 事情是這樣的 夫人夜半飢餓 想吃陽春麵 哦對 我想吃雲華 親手煮的麵 可我卻不會揉麵 所以我們帶著麵團 來找您請教 沒錯 那你們 是怎麼弄成這般模樣的呢 得知您已歇息 我就不允許夫君 再來打擾您 可我卻質疑要來請教 我就追進來 就不小心被絆倒 我想扶夫人起來 不小心也被絆倒了 嗯 哦 呀 夫君 麵團讓下人去煮不就行了嗎 母親把娘給吵醒了 我心裡 太過於去了 不 我的夫人 只能吃我煮的麵 說好了要親自為夫人煮一碗麵 缺一顆蔥花 缺一個煎蛋 少一口湯 都不香 更何況 是最重要的麵團 我 親兒 她相信了嗎 不知道 我只知道 她再不相信 我就要吐出來了 嗯嗯 看到你們如此恩愛呀 為娘也就放心了 這個麵團 我要把它 拓上你們的蚊衣 表掛在牆上 留給歡歡和樂樂看 歡歡和樂樂是誰 將來 將來你們的一雙兒女呀 這個可不是普通的麵團 這是你們愛的見證 也是本格主 即將到手的鑰匙 也是本女俠 無黑亮麗的秀法 唉 景氣兒 你給我等著 妻兒多吃些 昨晚上菜下了的 辛苦了 啊哈哈 呃 云华也多吃些 昨天晚上侥幸脑汁的 也辛苦了 你们小两口的归忠之事啊 倒也不必在用膳时说 也不嫌害臊 夫人 你吃 你吃 吃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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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够了 这要你们人恩爱 但也没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 如此张冬败孙 又没有考虑过二叔的感受 你们二叔呀 打光棍二十多年了 见到你们如此恩爱 他哪能受得了呀 哎 嫂子别胡说 这城里所有的适龄女子 都对我屈指若鹜 但我可不是一般男人 算上昨日的 已经拒绝了三千四百五十六个女人了 嗯 明明是被拒绝了三千四百五十六次 哈哈哈 知习啊 这都已经一个月了 你的茶艺学的究竟怎么样 啊 我 哎呀看来涨家之群呢 还是不能交给你们年轻一辈 实在太过之难 依我看 那是由二叔代劳 更为妥大 我现在就为您展示我新学的茶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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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不愧是我儿媳 偏姿聪颖 他二叔 这可比那普通茶艺好看多了 哎呀这不愧是我儿媳 哎呀这不愧是我儿媳 嗯 不对 你一个大家闺秀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学会这般功夫的 难道 没错 他根本不是真正的新娘 我才是 你哪来的小丫头呀 竟然敢造谣我儿媳 夫人 是的 当初是您救了我母亲 而后便与我母亲指父为婚 我才是那个真正的新娘 大家都说 我与母亲长得极相了 哦 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我实在是不知道那人长什么样了 嫂子 这事简单 您当初救下的可是一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内斋妇人 一看便是大家闺秀 如今我们只要测试这二人 看看谁更像是从小被精心培养的龟格女子 谁便是忘忧茶上的少龟 多谢二叔 你们家愿意鄙视 你们家愿意鄙视 既然二叔不相信我 那我也愿意鄙视 换一换 咱俩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我要是被拆穿 你也吃不了兜着走 好 放心 我宣布真假新娘鄙视正式开始 那身为大家闺秀呢 自然要俗读女界 注重德行 因而第一项便是靠教女德 奴家自小便被教育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书架前富为子岗 书架后富为七岗 男人象征天 女人象征着大地 天在上地在下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我呸 什么亘古不变的道理 要我看 现在的男人 都应该学习学习难得 男人不思爱 就像烂叶菜 现在的男人 要是不能上德 天堂下德 主绑守住真 操归胜妻子 怎么可能有一个 美满幸福的婚姻呢 夫君 你说我说得对吗 对不对 说呀 哈哈 夫人说的是 男人吧 就要守难得 你们不说什么 没想到儿媳静与我不谋而合 想当年呀 云华他爹也是如此 每日魂定成省 出门目不斜视 绝不敢看其他女子半分 不然的话 回家是要跪茶壶的 好 如此看来 这一轮 无人胜 你们这是合伙欺负人 就是 这不儿媳吗 哎呀 那只有大户人家的女子 才学育夫之术 而寻藏人家的女子 只会以腹为纲 我们妻儿呀 必定是大户人家出来的 好 第二局 彼此秀 一柱巷之内 谁秀的鸳鸯更逼真 该便能赢了这一局 计时开始 还不会连个线都穿不下去了 本女侠的时候 包鸣剑都不在花香 不信话真有 可以 可以 别发现了 你才会不在乎 好 走吧 去分析 是 你不在乎 是 你不在乎 我他说 他说 这是 他说 你不在乎 你救什么呢 我就 算不重要 他胜 最后一局决胜局 比拼的是时令跨包鉴赏 身为名门望族之后呢 自然对时下贵重的包包衣服首饰等十分了解 近日你们便来分辨这两个贵重的包包 哪个是假货 哪个是真货 放心 我对江湖上的时髦之务最是了解 大侄子不如找个凉快的地方歇歇井 别打扰直席比赛 难道说你也不相信直席吗 好吧 出现这两个 咱们请出现去 反正的地方歇井 现在最好是不是 您还行 我们不算席 你还行 您还会 您顺便 泽软 这个包在江湖上人尽皆知 虽然它价值千金 名气很大 但是它却从来不用上乘材质 这铁链都不如府里的菜刀 极易生性 毕竟本女侠也是 武刀弄箭的一把好手 自然知道铁器的好坏 我宣布 最后一局 上文上 二叔 您说啥呢 真不轻啊 少夫人上 看来妻儿呀就是我的好儿媳 说吧 你冒充少夫人目的何在 我承认 我不是什么少夫人 我是少夫人的天生妖魂 我叫殷杰父 这小姐一个人嫁到人生地不熟的茶妆 我自然要替我家老爷和夫人探查一番 看看这新姑爷 是否对我家小姐三心二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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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没错没错 死那我贴身丫鬟 富儿 呃你可满意我们的姑爷呀 啊 满意 姑爷 姑爷 可真是太宠小姐了 富儿看着 真高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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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与近期而一容俱容 一損俱算 如果你还想要茶双财物 就捧着是他的丫鬟来食堂我们 我不想要茶双的财物 只想要你 前提是 我不被那个母老虎 一整派死 那好吧 我只能用这种办法 先把你们稳住 你 第一天是我大一了 居然让你们俩睡在一块 没想到你们现在居然配合的那么默契 从今往后 我每天半夜 都会偷偷溜进你们的房间 监视 实际实际 明天还要早起给你当丫鬟呢 大白天关什么门啊 嫂子 我这忙着外面跟明月相亲呢 你喊我回来做什么 你都香多少了 又成不了 娘 您一大早把我们召集过来 想必是有什么事情要宣布吧 没错 首先呢 我替你们二叔 向我们妻儿道个歉 你二叔呀 误会我们妻儿假扮少夫人 那我们妻儿该多委屈呀 没事 娘 我不委屈 不 你委屈 啊 没错 我 委屈死了 为了安慰我们妻儿受伤的心灵呀 这涨家钥匙交给她 嫂子 你开心眼 我都相信失败那么多回 怎么也不见你抚慰我的心灵呀 我反对 不 二叔 你不反对 小兔崽子你敢做长辈的主了 二叔 我看你 我看你念皮灰暗 腹中如骨 想必是有便秘之症吧 可是寻常茅房不合你的意义啊 什么意思 我这里有一些专制便秘之症的法子 想跟二叔单独交流交流 请随我来 这上了个茅房 怎么去了那么久呀 二叔并非寻常之人 上的自然不是普通的茅层了 嫂子 刚才上个茅房的功夫啊 我想通了 年轻人嘛 就应该多历练 把这长家钥匙 交给他们夫妻手中 挺好的 我支持 支持 你到底给二叔逛了什么迷魂堂 怎么一会功夫他就答应了 我真的只是带他上了一个茅房 只不过 并非寻常茅房 只是在你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呀 二叔 二叔挪用茶庄司障 在此为自己建造了一个豪华茅房 纯金打造日夜熏香 真是好享受啊 我的大侄子啊 千万不要给二叔张扬出去 你有什么要求 二叔都可以答应你哦 可你不也是新入茶庄 怎么知道他有个金箍筒 我也是派人在茶庄内采点时 偶然发现的这个秘密 贼就是贼啊 时时刻刻惦记着人家的财物啊 也行啦 也算你阴差阳错历历 啊 走 走啊 看看这网子 多有趣的 听听这声音 多么的动听 我比较着急 哎呦 单频率下一个人也拿不到钥匙吧 我就要一颗归原单 归原单 茶庄珍宝能至天下奇迹 莫非你是有什么隐级 需要此单 知道的越少 我这越久 口说无凭 我房里那么多宝物 谁知道你会不会建材起义 搞清楚 我是侠你是贼 个匪贼竟敢质疑本女侠的人 信不信我 你干嘛 摸清寡义 什么女侠 什么侠义知道 用完了我就抛弃我糟蹋 下了床就翻脸不认人 骗人又骗财 哦 不不是我怎么就 你们男人能不能别这么无理取闹 还不是你们女人 没有给我们足够的安全感 那行吧 你说 我怎么做 你才能相信我 不如这样 公平起见 我们约好一个时间 共同去打开库房 寻找我们想要的东西 在此之前 谁都不许碰那一把钥匙 如何 好 谁动 谁是狗 谁是狗 嗯 你的那个应杰腹呢 不知道 可能忙着呢吧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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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利于我们今晚的行动 莫义华 你什么意思啊 今夜可是我精挑细选的日子 莫非你是贪图少庄主的身份 想改邪归正 还是不想跟咱们兄弟为伍啊 从今往后 我们就要报复了 但是我希望 你们能做一个有素质的肥贼 切记 不要变成暴发火好 我 不喜欢啊 放心吧 左手我们一定会成为江湖上 最有权贼 也是最有权的 哈哈哈哈 关公查证 结果结皮 关公查证 结果结皮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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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都打不開呢 你和我幹什麼呀 你繼續你趕緊的呀 沒事這一把的 還想別什麼最後一把的 再打不開天都亮了 他奶奶的 門居然沒鎖 一定是有人搶先我們一步 哎呀 哎呦我擋不開的門 你皮肉粒是不是挺大的嗎 趕緊幫忙別廢話 呃呃呃呃 呃啊 很搶的老子前面 老子從來沒說過如此大肉 我早就跟你說過了嗎 做什麼事情之前一定要跟我商量的嗎 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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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雲華 好啊你個老六不講武德的匪財 假意和我共用鑰匙 就趁我睡著的時候偷偷過來向毒吞 女俠冤枉啊 冤枉你個大頭鬼 你看 竹子在短時間內 把庫房搬空 其實我一人之力所為 那是怎麼回事 壞了壞了 我的桂圓丹 你 你幹嘛 放心 我已經打探清楚了 歸元丹不再庫房 由竹母親自保管 那 那 這些究竟是什麼人幹的 請看 果然有歹人潛入茶樁投藥匙 我就說睡前怎麼頭昏腦漲呢 該不會是有人給我們下明藥了吧 哦 啊 那我就說嘛 怎麼我剛才突然那麼困了 啊 啊 不對啊 要是有人給我下明藥的話 你怎麼沒被迷暈 我入睡之前有沐浴的習慣 是潔癖 戰勝了明藥 那你呢 你怎麼沒有被迷暈啊 我 我是惡戰勝了困 還好我被迷暈之前 堅持出來找東西吃 不好了 不好了 茶樁出事了呀 娘 怎麼了 這到底是茶樁結了什麼仇呀 這空房也空了 這到底是造的什麼孽呀 不至於雪光之災呀 雪光之災 雪光之災 阿虹 小莉 莉莉 你們死得好慘啊 嫂子 親愛呀 嗯 嗯 這叫我如何節哀呀 我看著他們長大 如今說沒就沒 凶殘的贼人 不僅節災害命 我只 我忍無可忍 你無可什麼 我要為阿虹 小莉 玲玲 還有茶樁舒適 條往死的性命報仇 別衝動 嫂子 我要傷心壞了身體 畢竟 馬死不能附身啊 死的是馬 是 吼 這是 阿虹的馬 這是小莉的馬蹄 這是 這是什麼 這是玲玲的牙套呀 他們都是家養的鞠馬 這些年 這些年 被茶樁送了多少茶葉呀 可天天這次 遇上了天殺的賊人 把傷了家庭 再殺了馬 還想是 咻說 時間到場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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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来啦 我来了 你是不是眼神不太好事 我是八尺高的汉子 你问我来了 还好昨夜我抢先一步 搬空的库房 他们一定想不到是我干的 昨天一定是有人抢先一步 搬空的库房 他们一定想不到是我干的 我想 这事一定是二叔干的 不仅如此 茶队也是我派人劫的 信息一想 茶队被劫 一定是有内鬼在里应外合 阿虎 小丽 丽丽 哎呀 阿虎 小丽 丽丽 如今库房已空马队被劫 新茶被盗 茶庄只剩下一些 卖不出去的积压陈茶 赛姆丹自虚手信 将所生迎前全部赔给了老顾客 现在茶窗 显然是一具空壳 万云华这个少庄主 当的不会那么轻松 再这样下去 我这个少庄主 当的也毫无意义 除非 除非 哼 你放心 茶庄只要有我这个棍子在 保证搅和了他们不活 也得使 只要茶窗有我这个少庄主 就一定能带弟兄 发家致富 我明白了 客主 明天是这场戏 你就等着瞧吧 这是赏给你的 这名策莫菲就是 对 这就是江湖美女排行榜 各个环匪燕兽 够你相亲二十年了 虽然被你相中的 一定不会相中你 够了 够了 有了这个 我换大金 定然地保证美人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环匪燕兽 身清如燕 脚皮千斤 老公归宿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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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救命啊 你瞅啥 没瞅 没瞅 高温阁下 姓声门谁 人称包不平 包不平 咋的 邪不霸气 不敢 不敢 我想起来了 是那个外地茶商 报价的大儿子吧 嗯 三木丹夫人可算是记起来了 两年前到咱们茶庄提货 又记得是个白白胖胖呢 怎么如今一晃 像是风干了呢 咳 咳 你们说的悄悄话我听得见 鲍不平公子 许是外地风沙大 让鲍不平公子 看上去有些少年老成了 感恩阁下 为何闯入我忘忧茶庄 还劫持我夫人的丫鬟 就是这家茶庄的少庄主吧 我订了你们家的新茶 可左等右等就是不上货 害我失心于老主 今日你必须得十倍赔偿给我 不瞒您说 我家茶庄刚出了点事 现在没有一些现意 还请公子见谅 我家都快请假当场 我家老爷子都请了查辫子了 我告诉你 今天你要是不赔偿的话 我要让这丫头写尖当场 你还认真点 你这让我很特殊 你 哎呀 小夫人少庄主 夫人好害怕呀 你们快救救我 夫人还不想死 糟糕 忘了事先和这个蛮女同气了 不能让她坏了我的机会 夫人别冲动 你们现在投属机器 说人话 她会伤害人质 敢在我面前放肆 公事还没出生 就是已经死了 夫人现在动手 就无法暴露身份吗 看 有流星快许愿 哪呢 没有吧 啊 这 莫非是佛祖显灵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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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你 把我哥害成这样 他要是有个三肠两暖的话 你就把你夫君赔给我 我真没看出来 他是你朋友 不过你们为什么让他假扮成西域茶生 我需要发展人手 我已禀告主母 称买买提公子愿意留在茶庄 答应了我 尼谷底债的请求 那我岂不是成了天下第一茶庄的股东了 那我也算半个老板了 这茶庄可真要成匪贼国 以后说不定能发展成云山阁忘忧分阁 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就是 调查打劫茶中的凶手 追索查款 打包一瓶 姚依勤 温女侠是金钱为粪土 没兴趣 抓到凶手 你可以尽情地 这个可以哦 听说阿红小丽 小丽丽丽 就是在这里被杀害的 太残忍了 看见了吗 心轻心松的 说是你这小声吧 还配成匪贼 江湖中人 过有敢买茶酒 下场如同此马 诺管竟然是赤一招 哪个狗东西敢摘苍姑奶的我 你与茶庄之前到底结了什么仇 竟敢有人冒充你的身份 与茶庄作对 此事 说来话长 当年武林上的一次事件大会 我天而忘忧茶庄作为最大散伤伤 内定了一个冠军 我这暴脾气自然不能忍 于是就出手给其他人略失惩计 忘忧茶庄的茶 都不配给我洗几 两个客官请慢用 这是从忘忧茶庄购的茶 居然让我们喝洗澡水 你不知道忘忧茶庄卖的 都是暴脱用性的茶渣吗 我不知道忘忧茶庄的是洗澡水 我不知道忘忧茶庄的是洗澡水 也就是那么一丢丢的小误会了 就是害你们茶庄的茶 滞消了一战 我就晚来那么一小会儿 搓那么近干嘛 就一点小误会 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 阁主 这静妻儿就是你不共戴天的仇人 你可把他修了吧 打架了打架了 打架了 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 我刚刚看的一伙子人 拿着家伙去往一个地方去 这下可有人老看了 打架 那我还看 哪个方向 我又茶庄 还愣着干什么呀 快走啊 哎呀 哎 嗯 嫂子 不忍 不忍 只一招留下的警告书 已经传遍了整个江湖了 最近可没人敢跟你们做生意了 可我的钱不能亏 赶快退货款 看看我婆婆 否则我让你们满地小牙 哈 这这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干你们什么事啊 我是少庄主夫人 你说关不关我事 啊 啊 啊 哈哈哈 啊 女生我做了我做了 我们这这就走 算你们识趣 又不是没钱 打打杀杀做什么 你放心 我们忘忧茶庄的家底可不是吹的 怎么可能欠你们钱呢 不必啊 这钱放在茶庄入股 帮你们渡过难关 茶庄不是被拔空了吗 怎么还有打击电话 我偷偷在阿淑的金帽房里敲什么 敲了几块顶转 你是吃一招 二叔 你在开什么玩笑 吃一招可是江湖第一女侠 英姿撒爽快意恩仇武功高强独一舞啊 我 我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弟子吗 刚才你收编的动作与当年砸厂子的吃一招一模一样 我亲眼所见还想狡辩 啊 二叔 可能是误会了 刚才那一段 是我自称的甩面舞 特意为少夫人作业骁勇的 对吧夫人 对呀 嗯 你是拙劣的借口傻子才会相信吧 夫人 要不 我们表演一段 好啊 嗯 来 一二三走 嗯 二叔 我信了 那日呀 他俩来我房间展示的就是这一段 二叔呀 你就是年龄大了老眼昏花 这脑袋也不灵光了 夫人说的真对 嗯 这主母 明明没见过这招式啊 你说 他为什么要替我们姐妹 本想着找到打结查证的凶手 好歹这回得查 可现在到 你稍微是家里的凶手 这一千二百万的茶庄呢 老子是戴不下去的 就是 人家都好久好久没买新胭脂了 这一票 真是陪了夫人又折病 走 走 我们都走 都是我这个阁主的制作 你们立马去说是行李精管 我就带你们跑路 诺真跑 我要的东西还没找到呢 你还得跟我继续假扮夫妻 你们要是跑了 我血洗你们云山阁 疼 你弄疼我了 轻点 好 我不跑 可是现在 茶庄无力可逐 我们在这儿也没什么用啊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 我们一起重振茶庄 到时候 二八分账 行 重振茶庄 你二 我八 陈娇 成交 重振茶庄 你二我八 我们究竟是来偷东西的匪子 还是做生意的大事 府内新茶被洗劫一空 若想重振茶庄 只能在旧茶上下功夫 但旧茶口感不好 只能推陈出新 研制新的产品 给茶里混点别的东西 肯定有钱所未有的滋味 嗯 嗯 嗯 哎 那个 给我加点油 啊 加 油 我说的是 加点香油 嗯 嗯 再来点 太多了吧 哦 成山起路只压着 面上 家人夫妻红杀隐隐不动轻傻 再唱一曲青山满满眼下 浪漫迷迷茫中藏不住 怎么样 回厂长 你弄漫迷迷茫 你弄漫迷卷上繁华 又见回眸素装 弯弯美目如花 直到 人间羊羊繁繁华 说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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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春莹悲传 就是 当然 不想 她 还爱 好 这个好喝 真的 你尝尝 你没骗我吧 我没骗你 先我打你啊 吃不吃 嗯 成了成了這個味好喝 茶味清香 奶味濃郁 入口綿密順滑 香甜溫潤 茶的苦澀被沖淡了 奶的甜膩也被沖淡了 此種搭配真是恰到好處 行了行了你別轉彎了 新品就塌了啊 好 就塌了 不對啊 又咋了嗎 我感覺還缺點什麼 全是湯水 這樣就沒有飽腹感和驚喜感 那我怎麼辦 我還沒有飽腹感和驚喜感 加點量 你跟我過來 呸 嘿嘿 哈哈哈哈 你们两个 怎么又偷偷背着我在一起了 我才不细的和他在一起呢 我我是为了查状呢后面生意我迫不得已 林几平 什么隐藏呢 我叫妹妹提 嗯 嗯好喝吗嗯 太好喝了 好喝啊 给我也喝一个给我也喝一个给我也 哎呀 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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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给我 嗯 真的好 来来看一看 千万别错过错过等一年 忘忧茶葱茶货上新尝过的都说好 来来来来尝一尝啊 华元华 滚过来 那你出来卖货不是让你过来白补的 这黑珍珠奶茶的罚子是我手 这怎么卖出去 自然就是你的事了 谁怕谁啊 我就是卖奶茶吗 我便宜一点当然就买出去 谁怕谁啊 我就是卖奶茶吗 我便宜一点当然就买出去 我便宜一点当然就买出去 义文买不着要吃 快乐买不着要伤到 尝一口就永生难忘 美丽 先生尝一尝尝一尝 尝一尝 尝一尝永生难忘 那么些人 该不会一杯都买了出去吧 如果你需要我的美貌来站台的话 那我也不介意帮着你 都给姑奶奶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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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忧茶庄茶货上心 都给我过来买 过来买啊 罢了 还是我来卖吧 能者多劳 届时 你 我酒就想 好啊 我就不信 你卖得出去 怎么今天这么多人啊 我说今日查找门口 能免费看戏 还能拿换东西 我们 你确定 要当着这么多人练演戏啊 所幸桂圆丹没有背道 若是你能帮祖母重振查中 说不出他一包信 就把桂圆丹送你 各位亲爱的复杂相机朋友们 网友茶庄 这四大庄组即将招勾了仨庄 为了回馈新郎顾客 我们推出了全市的产品 奶茶 奶茶就是加了奶茶 咖啡哎肥爷肥爷 我们的奶茶是以国员单位 每一种奶茶都在结局 你生活中的疑难杂症 接下来请观看我们表演的节目 姑娘 送你一瓶奶茶代表 你与我的爱 真好喝 真好喝 我说句的话你在说轻热轻热 我到底真是什么样子 冷静冷静 我们只是借个胃而已 别当成了 都能没有爱别成功了 我是你的什么 你是我 躺在手心里的爱 鸳鸯奶茶 让夫妻更加恩爱 哎呦好好耶 让夫妻更加恩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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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们 这只是其中的一款奶茶 我们除了这个奶茶呢 我们还有让人可以变美的回饮茶 还有让人可以武功大增的舞霸茶 就你们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哎好好好 人要一分钱 一分钱 一分钱 来来来来来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钱给他钱给他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啊 没钱了吧 给钱了啊 来来来来 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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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你的 所以 来来来 你挂茶 来来来来 你挂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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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桶三十桶 来新订单了来新订单了 和微派预约了一个月的回烟茶 一个月 啊 哈哈哈哈 少奶奶 包单了 新送订单2000单 啊 啊 2000单 2000单 看来计划进行的顺利 这兄妹俩每天为了茶庄的奶茶生意忙得乐不思数 看来是时候让其他的弟兄们 融入茶庄了 莫非 你是想让你们云山阁的兄弟们 都融入这茶庄 一名为恒山五任的五渣弟子点拨功夫 让他一夜后突飞猛进成为五霸 作为交换 让他声称是喝了咱们茶庄的五霸茶 致使其他弟子争先抢供 女侠这招 高啊 特意找了一名白脸浪子 让他去勾引峨眉派八十岁女掌门使他青春换发 再声称是咱们浑烟茶之功效 导致江湖淑女人人效仿 你这小匪头的诡计 也不赖吗 如你所说 如今 我们已经俘获了全江湖最尊贵的客户群 那么接下来 该怎么做呢 下一步 就是要提供最尊贵的服务 怎么个尊贵法 由邵庄主和邵夫人亲自送 保证产品新鲜 态度重视 换句话 我对外好得也是邵庄主夫人 你竟敢让本女侠亲自护送 保证一滴茶都散不来 而且还需要有仪式感 一举 让咱们茶庄的招牌 池玉江湖 仪式感 嗯 给 云锦司所致 天下第一裁缝设计 怎么样 够有排场了吧 而且还是情侣款 情侣款 准确的来说 应该是夫妻款 夫妻款 我穿着我还能劈叉吗 还能翻跟头吗 我还能揍人吗 还绣着这么重的雷水 我废都废不起来 你 你这个土包子 居然敢置疑本姑娘的审美 这叫仙女裙 本来就是我这样的小仙女穿 要不是看在阁主的面子上 才不会让开 哎呀 妹妹 别生气啊 不就是条裙子吗 你想要 哥给你买 这是裙子的事吗 哎 我不管 不管什么情侣款 还是夫妻款 我都不给你穿 恶不恶心 男人婆 得了便宜还卖乖 我都不给你穿 恶不恶心 男人婆 多了便宜还卖乖 哥主 他不是好歹 这套送货服 还是咱俩穿更满配 哥主 正希 那小子不是好嘞 要不 哥要陪你穿 新美装 谁又给你穿新美装 恶不恶心 英俊夫 你给我站住 你看我 英俊吗 等我的拳头 落在你的脸上 你会更英俊 别逼我出手 别逼我出手 不登高山 不知天之高有 不灵深夕 不知地之后 说人话 人生要勇于尝试 不适裙子 不知你为女也 你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你在骂我 我只是有点文盲 我又不是傻子 你瞎饶命 穿这玩意 针对咱们的那个什么 招牌形象 有帮助 这是自然 明日就是咱们忘忧快送的首秀 成败再次一举 也罢了 也罢 那就穿吧 我已经为女侠准备好了 跟我来吧 你 就 军子 你这 叫你过来就过来 废什么话 这什么呀 披风吗 这 裙子 裙子 这不是有一件了吗 这还是 我来吧 你干嘛呢 哦 这是鸡儿子 你就像着了 我来吧 你 这个 还好 这个 我来 这 这 我来 我今天也没揍你啊 你怎么傻了 也就一般吧 我的 你的表情变得很奇怪 没有吧 有 你刚才看我的眼神 就怪怪的 还不是因为你的头发 倒是洗的 干什么 我干 香喷喷的 口出啥疼言 我刚洗了 你闻闻 你闻闻 走 小飞 troubling 我好像有点理解你 这种精致的生活 确实很让人快活呀 哈哈你快乐 我去怎么看 昨我去 portrayed 你昨天才找我 林向海 这我 опять 太好了 拿下了 后天才把鱼都当着 初夏 我不拿上别反正 哎 你等等我 走啊哎你等等我 走啊哎你等等我 等什么等走 少庄主 少夫人下午好 呃 下午好 我们认识吗 岂止认识 今天是努力的一天 烈日炎炎 谋生不易 少夫人 可以支持一下我们的工作吗 让开让开 没看见我们背那么多东西 还清了头绿 没空听 哎呦 你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啊 人家挺有礼貌的 嗯 可以支持啊 今晚怎么支持你们 你帮一下少庄主 是 啊 嗯 嗯 二位 请搜我来 然后呢 二位请面对面 闭上眼睛 从一数到十再整改 一 一 二 三 四 十 不是让我们帮忙吗 把我们绑起来干什么 这位夫人啊 请见谅 打劫就是我们的工作 如果您有意义 可以找我们上级投诉 嘿嘿嘿 你们匪贼 倒这么无耻吗 从业者两有无情 但我可是匪贼中的情 香港人 早上 我就是 反正 我们回来 我们回来 咬吗 你以为这个买来 能不能多多点说 你们可知道 上一个赶在姑奶奶我面前 这么放肆的人 是何下场呢 哈哈哈哈 这位夫人你好机车哦 怎样哦 断 绝孙 哈哈 哈哈这位夫人你好机车哦 怎样哦 断 绝孙 啊 几位兄弟快去求医吧 这位医生专制这种伤 几年间已经拯救了上百个破碎的家庭 记得 要把我的名字吃一招 有折扣哦 你以为这样就会让我们居服吗 不抛弃 不放弃 是我们包派的精神 哥 你快点算我工赏 好小子 有前途 啊 绿大哥快走啊 绿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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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您您去下手命 你的货 我的货 只能保一个 选吧 嘿嘿 我可不可以贪心一点 两个都要 哎 哎 这鞭子 莫非你是三年前民阵江湖的吃一招 算你还有言有诛 哎等等 还有什么一言 棒 你很厉害 但我们帮他也有精神 欲试不慌多多动呢 兄弟们 给吃一招女侠展示 哎 哎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嘘 哎 哎哎 好歹毒特寂寮 哎 哎 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终于打败吃一招了 爹 我终于打败吃一招了 儿子光宗要走了 我第一倍心了 刚才你们把那挺长的 不会是想趁机会 对本阁主宣泄不满 哎不敢不敢不敢 还是阁主英明啊 只要能打败吃一招 我这张脸毁容我都无所谓的 阁主他为了脸上能显出秘籍之状 连吃了十天的魔鬼家 不仅脸上长满了痘 连屁股上都长得痣咯 呼呀 当着阁主的面说什么屁股 那就定了 就是啊 什么叫做人帅心黑还优雅 那还得是咱阁主啊 弟兄们的忠诚 本阁主都看在眼里 趁吃一招还没有醒 你们速速将这瓶奶茶 送往黑市转水 我以与黑市的买家谈吐 他们会出十倍的高价买走 哎高主我有个问题 你说 既然黑市肯花高于十倍的价格 为什么不直接卖给他们 黑市的名声不好 直接卖给他们会影响茶庄的名声 再者出了大捞一笔之外 我们还可以顺便做一个饥饿买卖 广幽外送遭打劫 民门正派望远川 茶庄奶茶火脱销 地下黑市众金寻 我已经预定了江湖小报的头版头条 从今往后 还丑不会报复吗 哈哈哈哈 葛主放进肋 你弟兄有冲水 有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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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值得姑娘我有起床气啊 走走走走 快走啊 走啊 葛主 记得把大夫的民营帖带回来 弟兄们下半辈子的幸福就扣你了 回来 回来 回来啊 你你干嘛 怎么跑啊 哎 哎放我 你我头好晕 你怎么了 我好像中了他们的毒粉 别管我 快去追回奶茶 再晚就 不新鲜 小面都要没了 你还管什么奶茶 葛一华 葛一华 小弟贼 你撑住啊 你会想到女生 竟然如此傻与你 不然呢 最少再讨厌你 你不能尽咬不就吧 我再讨厌你 舞城灰 我这一世乱 悲于续墨烟 我可以跪 如果其他上相受伤 女侠也会像这样 背着他们吧 没有 我只背过你一个人 是吗 是的 因为没人像你这么弱 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吧 累了吧 还好 你干嘛 好人都关心 女侠跑得快不快 只有我关心 女侠跑得累不累 被你这么一说 我好像还真有点累 你这家伙看着瘦不拉近 没想到还挺沉 女侠有所不知 我是那种穿衣显瘦 脱衣有形的身体 还在这显摆呢 你这也没有什么 垂死的样子呀 那个 能不能别靠我什么心 我跑得 真的有点热 啊 此毒怕是寒毒 我有点冷 你别担心 有我在 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 我对你就这么重要吗 当然 我一定不能失去你 没想到 你对我 没了你 我怎么演少夫人 我怎么拿我的桂圆档 这天聊不下去了 那就别聊了 乖乖靠在我肩上 一会儿就到了 我们去哪儿 找我爹 我爹是大侠 他不仅武功厉害 还是个解读高手 他能剖开人的五脏六腑去解读 再给人完好无缺的缝上 我想不必了 不必讨染林尊了 你别不好意思 我爹不怕麻烦 他最喜欢给人解毒啊 哎 啊 哎 啊 啊 坏坏 啊 女侠救我 嗯 啊 辉华 你不会摔死了吧 辉华 云华 你怎么能舍得我一个人 独自离去 我的血 豪豪 你死了以后我才意识到 我对你的爱 早已若被人 你的脸 是如此的英俊 你的眉 是如此的有心 你的鼻 是如此的停锹 你的唇 是让我 是让我如此 是让我如此 想要亲吻 啊 可惜 可叹 可悲 没关系 没关系 生前 我们不能相守 死后 我们一同学 冤火 这是她的眼泪吗 想不到平日里最彪悍霸道的女子 也有小姨温柔的一面 该不该答应她呢 会不会显得我太随便 眼泪不应该是闲的吗 怎么又年又新 你醒了 我就知道你还没死碰 你没哭啊 哭 我哭什么 没什么 等等 那我刚才吃进嘴巴里的是 蛇毒啊 我爹传授给我的偏方 必要时候可以以毒攻毒 小东西 别乱动 刚才在她脸上还没爬过 怎么了 小飞贼 你果然是很虚弱 脸色怎么还是这么差 你弄是会发费的事情 你看你虚有虚弱 微笑像温柔的羽毛 你 你 干嘛 听着街的歌手唱了 请考 你啥 这是何姐 试试你额头烫不烫 好像没什么一样 哎不对 你脸怎么这么红 耳朵红的也好像低血是吧 有这么 你写吗 有啊 你不会是寒毒又要发作了吧 对对对 我突然又觉得非常的冷 浑身虚弱 浑身难受 那 嗯 那要不要再用我的小绿去攻一攻 不用了 我又要 哎你这样不行 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死的 走 我带你去找我店 哎不不不 女神要饶命 路上颠簸 恐怕 我尚未见到铃队 估计就得一命呜呼了 也是哈 那你这寒毒可咋办 我突然感觉到一股汹涌之力在我体内 估计是蛇毒的药效发挥了 说不定 我再休息片刻 就能够痊愈了 啊 那好吧 那你现在还饿不饿可不可 还有什么其他地方不舒服吗 难得见他对我如此温柔 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啊 我的手麻了 我的腿也疼 我现在头快架开了 我需要绿霞的 照顾 看在你中毒的份上 我奶奶忍了 啊 我这样的 我吃的 我来看你 幸福的那岸潮原山方位 蝴蝶碎花转落草人在渡水 且一种到醉 海一随风吹过来飘落在 你告白的话还吹过来迎你在 当我发现山海终于明白你的微笑 是我余生中可替代 一随风吹过来穿梭在 遇见你的人海吹过来有你在 情话遍布云海你朝向我反复而来 那一刻心中的话都向你而开 那打过来一些不够阴凉 不对啊 你重的是寒毒 应该是怕冷不怕热呀 你重的啊 不会要露馅了吧 你不会装的吧 啊 怎么突然又冷了 那寒毒这么痛苦的吗 那你等着我马上就回来啊 我快热死了 小明月你舒服点没 哎五人 那边冷了离那么远那么快 好点啊 嗯 非常热 哈哈好了不好了 柴妆有人闹事了 妄忧奸商贼心暗藏 奶茶狠行 谋财害命 住口 你们是何人 竟敢大白天跑孤胆的地盘上来撒 你不看看这的规矩 说吧 你们是哪个友商 派过来抹黑我们忘忧茶庄的 你是 少夫人 正是 我哥喝了你们茶庄的奶茶 一条鲜活的人命就这么没了 既然你有武功 按照江湖规矩 我要向你挑战 一命换一命 你出人命了 胡言乱语 我们的奶茶何时喝出过人命来了 少废话 拿命来 你你你 你今儿在保护我 快快去公主 因为你学过一些中原上的功夫 这点小事对你来说 小心翼装 你真够不要脸的啊 来 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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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小心 你先 放着 让我来 哥 你没事吧 我有事 没想到我用茶庄苍龙卧火 连少夫人一见女流的武功都不可小觑 既然我输了 你们要杀便杀 我才懒得杀你 但是我得知道 什么叫做一命换一命 我和我的双方胎哥哥是黑马帮会的高级帮众 黑马帮会是什么 江湖上有这个帮派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黑马帮会是江湖上极为神秘的一个组织 帮内皆是颜值武艺俱佳的男子 专门为江湖中的女掌门做保镖 之前我也想请他们给我称门帘 保护我 保护保护我 可谁曾讲 本姑奶奶的武功实在是太高了 那你哥是如何离世的 你哥才死了 你全家都死了 这是我哥 这 这是你 同父同母的亲生双猫胎哥哥 当然 都是你们害的 自从我哥哥喝了你们茶桩新出的奶茶之后 他就柔毛近毁 身材变形 再也没有女子愿意下他的单 从此 他一蹶不振 自信受损 事业也一落千丈 啊 从前 那个自信帅气的我 已经死去 现在 在你们面前的 这黑不留球 胖不拉几的黑马帮帮助 阿公 想必我们是有一些误会 你们随我进茶桩谈吧 没想到天下第一桩竟然敢做不敢当 你们的奶茶就是对人身体有害 为何不承认 我们的奶茶卖出去那么多 从来没有人出现过这个状况啊 小伙子 你放心 但我们调查一番 一定给你的说法啊 干嘛 萧庄主 殷杰夫 查到了吗 我们的奶茶外送 有没有给黑马帮会送过奶茶 这本上 根本就没有黑马帮会的记录 怎么可能啊 就是有人 穿着你们茶桩的专属衣服 给我们帮会送奶茶的 还说是花钱转吆喝 要在江湖上 留个美名 胡扯 我们茶桩穷成这样 怎么可能免费送啊 我养一息 哦 还请二位见谅 我们确实没有以茶桩名义 给任何帮派送过奶茶 我不信 你们 必须赔偿我哥的身材损失费 物工费 还有择偶损失费 原本菊花派的女掌门 已经看上我家哥哥了 现在 我跟成了这副样子 还怎么跟人家澄清啊 当然 还有 我的头套费 你是自己的 om Soul 我 什么 说你们俩是来讹人了吧 你都是胖了一点吗 怎么要赔这么多 你是吃一招的追随者 是啊 怎么样 我一向仰慕赤衣女侠的风姿 以她作为我行走江湖的终身目标 我知道她和你们茶庄有些夙愿 怎么 想借此饭呢 怎么可能 其实我也十分尽量吃一招 这个是我之前挖重金买下 是她的随身之物哦 我把它送给你 可好 我怎么知道真的假的 我也狭义知道起事 你也是知道的 吃一招最重侠义之事 原来你果真是吃一招的追随者 吃一招最重侠义 行 我信你一回 把茶庄的钱都拿出来 配给这位兄弟 这是茶庄全部的现影无量 行 无量就无量 行 无量就无量 别记得这些了 你放心 我不给你 吃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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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黑马帮会的人都这么结实的吗 那当然了 不过我可是其中的佼佼者 可以啊 那以后去黑马帮会找你下单 以言为定 以言为定 少夫人 少夫人 你到底是怎么搞定那个阿手的 我会说 我会说 不愧是女侠 从今往后 我就是弃节你的追悟者了 你们黑马帮会的人 都这么结实的吗 那当然了 不过 我可是其中的佼佼者 可以啊 那以后去黑马帮会 找你下单 肉儿 没人 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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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 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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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已 大功告成 这回我要看看黑马帮的人发放之后 会不会把茶双办个抵朝天 网友见商 网友见商 你个蠢货 此时显现被焕云华派来调查的人发现 他们在每个外书的奶茶上都贴了标签 防止被人调换或者添加佐料 您放心 我立刻收拾残局 绝不会引火烧身 既然你喜欢健庄了 那我就如你所愿 只要我稍加打扮 定能将妻儿迷的神魂颠倒 谢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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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有之人 难免有些可可 你不怕 才刚赚了那么点钱 就全赔给那俩兄弟了 你接下来咱该怎么办啊 啊 嗯 嗯 好吃 嗯 作为江湖啊你 就应该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 上店走天涯 来跟小爷我走一个 来 你没事吧 你吃错药了 欢迎花也有个同父同母的双胞胎哥哥 夏儿 我刚花重金买了香粉 据说比格主用的还好 你闻想 你职节不舒服 你离他远一点 我 不是 我今天都怎么了 我说正事呢 我们赔钱了赔钱了知道吗 赔来再赚吧 信手拧来而已 七儿 我这么多年 在阁内干活 我算有点积蓄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随时可以给你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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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终于晚上了 没有这么多 想了三千多四期 不出意外的话 她就是我媳妇 来我这想了三千四期 每回光做不点东西 没见过这么口门 鸳鸯奶茶两块 赶快满油啊 这 这就是时下最火的鸳鸯奶茶 姑娘时候 喝了此茶 必定能和他们一样 只献鸳鸯不献鲜 这是赠品 你我 黄公子 看了他们二人的模样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热奶茶呀 一定 要和爱的人一起喝 抱歉啊 我要去寻找我爱的人了 我 我 我 爱情事业双丰收拾 让你们得意 姑娘 抢油布 别人换小金 这是我的名片 那是一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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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官府来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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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官爷 为何给我们茶庄颁布禁销令啊 有人举报 你们茶庄涉嫌虚假招牌 少庄主和少夫人 早已感情破裂 却为了出售鸳鸯茶 假意抗力情深 胡说 我和夫君明明很恩爱 官爷容比 我与夫人先前的确恩爱 但近来发现性格不合 夫妻离心 不满您说 我们正准备合力 胡说 我和夫君明明很恩爱 我们官府的眼线四通八道 百姓一言一行 皆记录在案 政局确凿 不容狡辩 我们官府的眼线四通八道 百姓一言一行 皆记录在案 政局确凿 发现性格不合 夫妻离心 不瞒您说 我们正准备合力 鸳鸯茶正是我们恩爱之事研发的 可近来感情产生变故 实在非我们所料 不如 我们不再生产鸳鸯茶 但请官爷 勿要禁销其他产品 可好 既如此 那好吧 说和离就要和离 官府的眼线 会随时盯着你 若有护时之遇 要你们好看 唉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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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华 白日里你为何要说出和离那种话呀 茶庄有难 咱们再想别的法子就是了 此次危机 唯有合理可解 怎么说 举报之人不是针对茶庄 而是见不得我和夫人恩爱 只要我们表现得夫妻离心 让那人打消怒火 此事便可化解 啊 谁这么变态 你二叔 她是个小心眼的 她是个小心眼的 多年未娶上媳妇 见你们如此恩爱 那一时钻牛角尖也是有的 既如此 以后你们两个在她面前呀 就收敛点 别太过了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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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早安 嗯 怎么一大早就看着你啊 晦气 你怎么说出了我的心里 嗯 刚才不是我的心里话 我知道呀 我知道呀 静女奇书 赐我鱼成鱼 嗯 爱而不屑 嗯 骚手 迟出 嗯 嗯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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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呀 你怎么在这儿 我得赏月 你呢 我也赏月 那我们可真是 心有灵犀啊 嗯 今晚的月色 好美 可不是吗 啊 嗯 無心无悦又何妨 千万可烦醒 也不及女侠眼中的光芒 我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人 这样快过我 阿淑 阿淑 你怎么跟个鬼似的 你俩在干什么 啊 小样 大瘟疫还敢偷袭我 我你来了吧你 阿淑 救我 啊 我弄疼你了吧 无妨被女侠伤害 痛 病快了这 好像有点脱臼了 那就开饭吧 好 这块白切鸡 鲜嫩爽 多吃 这个鱼丸 弹嫩爽 多吃 你吃 你吃 够了 关系不和也不能浪费食物 啊 你们 也多吃点 嗯 嗯 嘘 嘘 我这是开始招桃花了 七二姑娘这是在给我暗示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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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膚 有的人穿是仙艺 有的人穿是残忍 胳膊肘往外拐 太让哥寒性了 你这最近怎么也变得有些恶心 难为乐器者容 你该不会失药 没错 今夜我准备跟七二告白 不是我说 你和我七姐 不般配 不可能 他如果对我没有意思的话 怎么能一口答应我的邀约 他居然答应你了 和你俩也不般配啊 我觉得我七姐 还是和阁主更般配 这你就不懂了 什么郭配什么干 七二那种洒脱的性格 和你哥我正相配 我俩都讨厌欢迎华那种矫情作派 你都不知道 我俩都在一块说了那小子多少话 总之 今夜过后 你就等着喊嫂子吧 太多种了 我肯定能付过弃儿方心 哎呀这衣服还挺别扭的 兄弟 对不住了 感情面前 原谅我的死心 你没事吧 没想到他真的来赴他的月了 你来赴约了 硬少侠邀我前来 想必是有话要对我说吧 嗯 夏儿 这是我送给你的花 在我心里 你比花都好看 都是一样的职业 怎么叫我就是废贼 称他就是废贼 是废贼的 你的心意 我领了 怎么没聊两句就笑得那么开心 和我在一起就凶巴巴的 是啊 我是个大老苏 我也没有阁主 那么会说话 但是 但是我真的特别喜欢你 我想让你当我媳妇 当富二的嫂子 长嫂为母 我跟他以后一定都会孝敬你的 不不不不不不 尊敬你 这也差不多 吓死我了 那你是 答应了 拒绝呀 拒绝 答应呀 答应 冰淇淋 冰淇淋 我也很喜欢你 虽然你是云山阁之人 但是你为人仗义直爽 很暧昧 对朋友也不错 虽然 有的时候 你脾气有那么点小暴躁 但是你心眼不坏 过去可能因为偶然 才踏入到匪贼的行当 但我知道你本质不坏 所以我也喜欢你 但我对你 只是朋友的喜欢 没有男女之急 抱歉 那你 喜欢的是 歌主吗 嗯 他比你坏 偶尔还犯贱 武功还贼差 还骗人 还特矫情 你为什么还喜欢他 因为感情这件事情 是不想道理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开心的时候 难过的时候 我总是第一个 就想和他分享 我就喜欢天天和他 面在一起 哑巴闹闹闹 我猜 这可能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吧 那 你不用对我抱歉 我会坚强的 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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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叫怎么这么难呀 尖叫 好难呀 你还准备要藏多久 女侠怎么知道 我藏在哪 某个小斐贼的跟踪剂量 实在是太拙恋了 逃不过本领侠的法眼 是吗 那不是我集中生乱吧 你 你不嫌弃我云山阁国主的身份 嫌弃啊 如果相处了这么久 我自然知道你不是大额之人 虽然我很讨厌你们云山阁的名头 但是我相信你 只要你愿意改邪归正 我静下 就会永远跟你站在一起 林山阁的事情 我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那你刚才听了我说的那些话 你还乱吗 不乱吗 不 还是乱 对你 是乱 再回头 不远行的太早 山路远 此生白发想要 谈流水 与浪天为 一场 我 今天家里 你做得不行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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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正如二叔所见 我和夫人 又和好了 官府让你们合理 你要是不照办 就是献咱们茶庄于不意 二叔 别装了 你买通官府颁布竞销令 我早就调查清楚了 那到底是谁 在献茶庄于不意呢 二叔 你也别太羡慕我和夫人 也祝你早日找到我们的二婶 要相信奇迹啊 太臭了 天天熏得我饭都吃不下 我看你吃不下饭 不仅仅是因为被熏的吧 岂有此理丫鬟也赶上桌 二叔 我的丫鬟向来都是和我同桌吃饭 有问题吗 一起吃饭才热闹吗 咱们没有人请买买提公子吗 别让人家觉得咱们招待不周 不用请他 我听说啊 买买提公子最近正在失恋呢 正在独自伤心买臭呢 买臭 是啊 人家失恋 是喝酒买醉 他失恋 是吃臭豆腐买臭 我真的会吃臭豆腐买 哼 我们去湖边钓鱼吧 我想去茶庄那边看看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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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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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失恋的 不止我一个人 还行啊 兄弟 我上次相亲 又晃了 都是天涯 来说人啊 有待机 你要带我去哪啊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惊喜 我三天没揍你 是不是惊喜 这么算起来 你好像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揍我了 怎么 你疲痒了 不敢 承蒙女下照顾 以后 你说一 我不说二 你往东 我不往西 我当阁主 你就当阁主夫人 你做女侠 我就做你的拎边小弟 做不到的话 你跪茶壶啊 那是自然 你叹什么气呢 我与殷吉平 从小就一起长大 虽然吵吵闹闹 但彼此 都把对方当手足 我只是觉得 有点 你不必感到愧疚 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 你没错 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 不干脆 才是对他最大的残忍 听你的 那你又在烦恼什么呢 我在烦恼 二叔记恨我们两个恩爱 鸳鸯茶又被官府禁止售卖 茶壮的生意一落千丈 我实在不忍心 再去偷过元旦了 我不想害茶壮雪上家书 倘若你去找娘药 说不定娘愿意给你呢 可我只是 她的假儿媳 但我们的感情是真的 但你也只是她的假儿子呀 也对 你看 娘她对我们这对假儿子 假儿媳那么好 可她真正的骨肉 却还漂泊在外 假如要是有一天 她知道我们是在骗她 她该有多难过呀 我真的不忍心 再去偷大的桂圆单了 倘若 你能凭自己的真本事 林正言顺地拿到会员单呢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这三年一届的武林大会又要开始了 听说这次大会拔的头筹者可以奖励龟元丹呢 龟元丹 你说的可是那具有奇效 天下仅此一刻的龟元丹吗 这龟元丹不是一直秘密地藏于忘游茶庄吗 去闯忘游茶庄的主母啊 主动上交了龟元丹 给到了武林大会 作为头筹奖品啊 哦 果然从五岁一来 这一绝不振的忘游茶庄 变得恢复名誉 重新占领江湖第一茶庄的地位啊 对啊 是你说服娘的 是她自己愿意的 此举既能帮她重振茶庄 又能了学你的心愿 何了而不为呢 只要你能夺夺五回 龟元丹就是你的了 我再考虑考虑吧 我的蜜孔之症愈发严重 万一我不仅没有多亏 还在擂台上出丑了呢 你一定是在顾虑自己的蜜孔之症 我一定要帮你克服 哎呦儿啊 你你怎么变成这副鬼样子了 怎么了 夫人 你修了我吗 又口出什么狂言的 我是认真的 我得了一种 名为桃花险的顽疾 啊 绝症 虽然无性命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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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这张脸毁了 与其等到你咽起我 不如你直接修了我 我以为多大点事呢 你生是我的人 死 也是我靖亲儿的鬼 我绝不修复 嗯 嗯 七姐 你也别太担心了 喝点顺汤压压惊吧 嗯 你在写什么呢 一方 啊 云华 对不起 刚才是我昏了头 我怎么能因为小小 密恐之症就抛下你 出去 我不想见到任何人 云华 是我 你走吧 我现在的样子 会让你感觉到害怕 你是我最爱的人 我怎么会怕你呢 可是我再也不是那个 英俊非凡的男子了 我这些丑陋的桃花险 会跟随我一辈子 就算你唤云华 变成一个丑八卦 我靖亲儿也绝对不会嫌弃你 即便如此 你有密恐之症 我们之间 再也不可能了 谁说的 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弱点吗 我可以战胜他 我可是堂堂吃一招 女侠从不懦弱 别过来 我偏要过来 不仅过来 我还要 盯你 我的疼 好像不圆了 我的密恐症 好像好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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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 从此吃一招 再也没有弱点 不 你的弱点就是 我 我 爱意 随风吹过来 漂落在 你告白的话 看起过来 一起在 让我放下山海中 如明白你的微笑 是我 生中 可替代 你随风吹过来 担锁在 遇见你的人 开吹过来 有你在 情话 预付 运营 你只想我奔赴而来 那一刻心中的花都向你而开 你没病啊 没有病啊 你为什么骗我说 如果我不下一剂猛药 怎么能帮你药刀病厨呢 三年前 若非那场意外 你早就成为江湖第一女侠了 不过没关系 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来 三日之后就是武林大会了 你有实力重回巅峰 拥回你的名号 赤一张 原来你做这些 都是为了我 都是为了我 去吧 去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 我会一直支持你 我的野蛮云下 我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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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武林大会 武状元为 赤一招女侠 奖品为 龟元丹一颗 听一招 拥报一招 亲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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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女儿终于得到龟元丹了 你的病有救 爹 怎么了 小心 我的妻儿啊 都怪爹 当年练功师太急功近利 伤了更笨 如今 只有归于元旦能救我性命 我也 我也不想你去涉险 可 可是性命有关 爹 你放心 我一定会拿到那归元旦 救你的性命 是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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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出行 大家让人让啊 让人让啊 是一招 有人为他日夜尽孝 用不着你 是一招 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不要千民找我啊 在下想追求你 他已经有护军了 你这招 谁准你叫他招招啊 招招 招招 你别走 招招 我去你 招招 你永远支持你呢 招招 爹 爹 我拿到桂圆丹了 爹 爹 爹爹爹你怎么了 爹 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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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莫非他不喜欢我并非因为这个 而是因为我的身材 你干什么去啊 主人秀爱情 老板 喜欢什么样 有没有那种就是 吃完让人惯然一新的样 比方说就是啊 可以让我的身材更加纤细 容貌也更加俊强 买来 讨姑娘欢心的吧 懂 此乃 请神减重丸 你给他吃下去 在他眼里 你就是最善真人意的郎君 给他吃 应该给我吃吗 你听我的呀 准没错 要不这样 如果没有效果 分文不绝 那好 那我现在要了 一两银子 需要再来啊 虽然要效 可能会产生副作用 你跟踪我 哪有你这么正打工 你没跟踪啊 我只想把他给你 听说吃完可以听 提升内力 没兴趣 老年已经是天下敌 阿希儿 你就尝一个吧 你去对别的姑娘苦口破心吧 我对其他男人的陷阴情 真的不甘相聚 可是我听说他混合了十几种水果口味 酸甜可口的 人家也怪可惜了 那好吧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 尝一课吧 怎么样 果然有效啊 齐儿是不是开始对我心动了 齐儿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 是啊 我想问你 你是不是被人骗了 这药一点都不好吃 还有一股怪味 真晦气 他居然敢骗我 我这就是什么 怎么感觉 这么热呢 夫人回来了 桂圆丹 送到该送的地方了吗 你干嘛呢 我在一心一意的等夫人回来啊 我好渴 你去给我倒杯水 你别离我这么近 小心我揍你 维夫方才听见你与任几平的说话 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他就是给了我个药吧 你能不能离我远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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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印记屏幕 还是那么的蠢 欢迎话 你做什么 在那里 你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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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我 我吃我 你吃你了我 你吃你了我 你吃我 我吃我 你吃我 我吃你了我 真是多霸王话 你说 要发乎情指乎理 没说不可以同窗共枕的 好 就算没做真夫妻 也要阅法三章 你明天就去给我背 难得三百张 最重要的是 千万千万千万别想骗我 否则你到天涯海角 都会去追杀你 我不会骗你的 不过 我在喜欢上你之前 确实对你有所隐瞒 隐瞒了什么 其实我是真正的少长主 也是娘的亲爱子 那你云山阁阁阁阻的身份 是假的 也是真的 母亲 谢谢 我儿终于回来了 这么多年 母亲一人担起网友查状 辛苦了 辛苦了 不辛苦 娘就知道 一定能把你找回来 当年云山阁阁阁阻收养我 养育职人众如山 她连终前 将阁内的弟兄们托付于我 我历史 调带他们内谋出力 走向正途 不知母亲 可愿将他们收入查状 我儿知恩图报 为娘当然支持了 不过 查状看似辉煌 实则外强中感 一落千丈 这些年 大夫人生也被你二叔霸占着 让你与云山阁阁阻主的身份回来 恐怕是困难重重 不如 不如谎称被猎户收养 徐徐徐之一代 时机成熟 再将云山阁的人安排进来 你看如何 母亲言之有理 儿子定会谨慎行事 好 好 那娘 就好好陪你演一场戏 怪不得 你刚进入茶庄 就能抓住二叔的把柄 还有我们在快要落下的时候 娘每次都能帮我们 富儿和季萍 都是心地赤城之人 却对商骨偏见极深 因幼时遭遇 认为生意人 都是为父不仁之徒 因此日日劫富济贫 却没想到 被江湖之人所误会 我隐瞒身份 就是想让他们 心甘前院来查庄 时间长了 定然会消除偏见 原来如此 不过 我看他们两个人 在茶庄过得 也还挺开心的 看来你不是个小废贼 是个狭义之士 夫人听了我这番话 是不是越发爱我了 嗯 你骗我这事还没完呢 我还没原谅你呢 我保证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此生 绝不再骗你 嗯 嗯 一随风吹过来 飘落在 你告白的话 还吹过来 引你在 让我放下下海 终于明白你的微笑 是我一生终可替代 你随风吹过来穿梭在 遇见你的人海吹过来有你在 情话遍布云海你朝向我 满腹而来 那一刻心中的花都向你而开 哈哈哈哈 帅母蛋 哈哈哈哈 你给老子滚出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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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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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你这个狗男人怎么回来了要换大墙 哈哈哈哈 你个死吧婆你贼心不改 哈哈哈哈 把他投手者就能得到桂圆蛋 我哈哈我怎么吃了颠笑话 哎呀 我就知道奖品你非要桂圆蛋定是有鬼 还好老娘留了一手 把你这个狗男人掉出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无耻 你逞货你不要脸 你卑鄙 你不要脸 你脸不要啊 我自己竟不要脸 我卡卡卡卡卡 花娘 换大墙你这个忘恩不义的东西 你脱步呀 快松开 姐姐 啊啊啊 金儿 金儿是你的女儿 我亲生的我气死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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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什么 你和格主是亲兄妹 我该怎么办啊 你该如何是好 我和宦元华 这样是否大逆不到 当然如此 你们可是亲兄妹 你们必须分开 看来 看来 格主和七儿注定不能在一起了 那我岂不是 我和宦元华 这说法 有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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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主 你的好几天没回茶庄了 是打算躲起来一辈子吗 不知道威胁之后 该怎么面对它 原本在我心里 你和我七姐是天底下最般配的一对 可是现在 你说老天怎么这么爱捉弄人 也许是我苛求的太多 它的出现 原本是上天赐予我最珍贵的礼物 我自由漂泊离散 看见万家的我 何尝不希望 有一战是为我而留 我懂 以前啊 我老是闹就要嫁给你 现在我才发现 其实我只是错把亲情当成了爱情 在我心里你和我哥是一样的 或许 你和七姐也只是 没错 就算不是爱人 她也亦是我最珍贵的人 能用家人的方式守护她一辈子 不断我该满足她了 不是吧 不是吧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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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按照阁主的手艺 朱乐产 我不渴 西亚 我是个职场子 你既然跟阁主有缘无分 你要不要考虑考虑我 我知道你现在忘不了他 我也不介意你利用我忘记他 英启平 谢谢你的好意 但我不打算忘记他 那你们是 有许愿的亲人呢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身份 对我而言 他都是最重要的人 从前我爹纵我 宠我 任我肆意妄为 我扬言要成为天下第一女侠 其实我只是享受 被大家崇拜的感觉 却从来都不懂何谓真正的侠义 直到 我遇到了云华 他告诉我 云山阁里 都是被家人抛弃的孤儿 所以他想成为他们的家人和蜘蛛 带领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 他说茶叶汇聚了茶奴们的心血 所以他渴望把茶庄做大 他还说 想让你们云山阁的兄弟 回归正途 安居乐意 若非这些信念 凭他的治疾 他早就可以找回茶庄 与竹木相认 当一个养尊处优的偏偏贵公子 为了你们 他甘愿隐瞒身份 费心绸缪 虽然他不会武功 但是在我心里 他才是真正的大侠 是云华教会了我 成为女侠的意义 那就是有能力 去保护弱小 和心中所爱 他会没跟我们提过 林继平 我只能再对你说一次抱歉 我明白 哎 我这次真的明白了 齐儿姑娘 知语云华 我以后 会去做好一个妹妹 像敬爱兄长一样 去敬爱她 云华 兄长 喊什么哥哥妹妹的 儿子儿媳 都是一场乌龙霸了 哈哈 当年我和你爹成亲后 恩爱不输你们俩 不久后便有了身孕 当时真的很想要一个女儿 结果生了个儿子 当时很失望 终于郁郁寡欢 为了安慰你娘 我们可以要一个女儿 可在随后一次比武中 上级要害 从此便落下了金汗 导致 唉 导致不能生育 大乔你太傻了 医生说你不宜有欲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还为了圆我的梦 还想着收养一个女儿 怪我 不不不 怪我 怪我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化名净达 行走江湖 那年 你救了妻儿的娘 为两个孩子指父为婚 可不久后一次意外 让年幼的妻儿 家破人亡 我便收养了妻儿 上山修炼 这些年我一直想治疗自己的眼疾 才让妻儿去寻桂圆丹 这万万没想到啊 你千方百计的把这个桂圆丹藏在茶庄里 还成了朕庄之宝 牡丹 我 我从没放弃和你破镜重圆 大强 其实我也在等你回心转意 我也想明白了 生儿生女都一样 更何况 咱们还有妻儿这么好的女儿 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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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强 没想到 当年我们还只不为婚了 是你 不许动 不然我打得你三天下不了床 告诉我 你们这里最英俊的小伙子在哪 我不知 你有何事啊 我爹说了 我和你们茶庄最英俊的小伙子定亲了 我要亲自下山 来看看他配不配得上我 若是配不上 自然要换一个 你找错地方了 真的 不过 我看你这细皮嫩肉的 要不 换你来 不过 你这细胳膊细腿的 一看就很文弱 一定不会武功 聪明人 用不着学武功 哼 你这脏兮兮的小丫头 不会的 你还敢嫌弃我 我哎呀快来吃饭喽 哼好好养养身子 十年后我来找你 哼 儿子你在干什么呢 堵东口 逢只换人静了 当初我来找你 你还嫌弃我呢 无言乱语 毁不当初 认识一下 大金学员 东西求子 认识一下 认识一下 他不是这些怪事情吗 上一次呀 是茶庄少主人 迎娶少夫人 那 那这次呢 这一次是我的乖乖女儿 迎娶新姑爷 啊啊 小女子行不耕鸣 做不改姓 是一张 敬妻啊 事业 这是大招 这招有侠 迎娶 这这新老是谁啊 这新老公老是谁啊 我来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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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你随风吹过来 飘落在 你狗白的花开 吹过来 引力採 让我放下山海中 与你 从今往后 你这辈子 都是本女侠的 临边夫君 从今往后 你这辈子 都是本阁主的 阁主夫人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等我们的儿女 欢呼和乐乐讲大后 我要告诉他们 他们的爹是个匪贼 现在却接管了茶庄 距离让更多人 都品尝到茶香 我也要告诉他们 他们的娘亲是为女侠 以后也要带着他们一起 女侠上映 他们的夫儿小姨 成了炙手可热的 茶庄形象代言人 这下他江湖 第一美女的头衔 可就不再是自封的 他们的应激瓶叔叔 成了江湖第一雕师 有他守护 蕴桥的马队再也没有被截过 这就是我们一家人的江湖故事 没有太多恩怨纠纷 只有快意和幸福 但是他们的小伙子 有没有太多了 跟这个人的历史 一起监着 所以我们有些人先 感激火